嘿好,大家好,我是Cony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精油叫Joy 因为这个是在一个set里面,所以它是小字的 如果你们买的话呢,是大字的,15ml 价钱我真的忘记了多少钱 然后因为昨天我跟朋友在聊天吃饭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Joy 他讲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个Joy的时候 我就去买了,因为我觉得我一有他 我就很开心,因为他给我Joy,他就会很开心 但是他讲他一打开,一修的时候 为什么这样的味道,他一点Joy都没有 我好喜欢 就不需要用,就这样修就好了 Joy里面呢,它最主要的成分是有 Geranium,Yelion,Yelion,Bergamore 所以你看这种这样flora的味道 可能那种很喜欢Pipermin Ninty的人会不喜欢 然后如果是当你用这个精油,你会觉得很牌制,你很讨厌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你,你很需要它 当你不喜欢一个精油,就是你代表很需要这个精油 我以前不相信的 就是一开始我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浓 不是我喜欢的这一款 但是那时候觉得已经买了,不要浪费钱 那时候是大支的 就一滴的涂在我的心 就是最好的地方 就涂在我们的这边 我们的胸口 对吗? 然后我就觉得,当我脱了的时候 我周围的人就会告诉我 诶,Kony,你很香耶 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然后我才觉得,哦,原来旁边的人会觉得是香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我觉得 诶,真的是它改变了我整个人的心情 然后,其实我很久没有用这个精油 因为我大支的用完了嘛 然后这个我就觉得,啊,好珍贵耶 这个小支的 然后我就最近的时候,啊,刚好看到一个文章 讲到Joy的时候,我才拿出来 突然就很想念那个味道 我就拿出来 所以现在一开始嗅的时候 哇,我好喜欢 OK,啊,为什么会,啊,有些人会很排斥这个味道呢? 啊,然后你真的是很需要它 然后我现在教你,啊,一点 tips 要怎么去适应一个精油 嗯,这个Joy 嗯,OK,要从哪里开始? OK,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都可以,都可以,啊,儲存 就是,儲存每一个记忆里 每一个就是发生在我们面前 我们看到的 其实它就是变成,进到去我们身体 它就已经变成一个记忆里,还有一个情绪 每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有情绪的 有些是生气的时候,有些是害怕的 有些是很生气的 有些是很委屈的 这种全部的情绪都会储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会跟着我们一辈子的 所以有些人呢,从小的时候遇到的什么问题啦 尤其是,嗯,不好的事情 是跟着他一辈子的 如果是给背叛过 他就永远发誓 他不相信任何难,因为要再交往 所以就永远的,孤单的生活到老 所以这个只是他的想 他的想力不是真的啦 对吗?所以我不想讲这个这样多 我只是拉回来,我可以正题正题 讲到Joy 不是讲到Joy,讲到记忆力跟情绪 所以,其实精油呢 它可以帮你细放你的那种情绪 就是已经过去过去了的记忆 不好的情绪啦,心情啦,背叛啊,任何的伤情 它可以帮你细放出来 所以我们会有Aromatherapy 心相治疗,方向疗法 因为当我们修任何的东西的时候 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 记忆力跟情绪的那个部位 就只有嗅觉才可以去到 才可以通到的那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你一嗅到尘啊,灵网 你会觉得,哇,好香耶 然后嗅到如果是烟味,然后就 火灾,哪里叫火灾 因为那个可以给你那个情绪跟记忆 好,讲到这个 这个文章呢 我觉得,哇,好神奇 你们可以听,做一个参考 然后你们自己去,就是去 再去研究,好不好 再给我你的答案啊,你的意见啊 这个文章就写到 这个精油里面呢,有 Geranium,有Vilang,Vilang 还有Begamore 还有其他,我不知道是什么精油啦 有Rose,还有Rose在里面 因为我还没有买到我的Rose 因为Rose太贵了 所以我就买这一支Joy 因为Joy里面有我要的Rose OK Geranium呢,没有听到Geranium 它是在1980年的时候 是最出名的香水 就像很多很多的香水 都是用Geranium来调的 OK 但是那个时候呢 很多很多的女人 女性 不是因为离婚 就是因为 操劳过度 因为每个要过生活 所以 这两个都是很Trauma 就是 Trauma 叫什么 你们再告诉我 拔花也是什么 所以 当这种 这样的一个Trauma 那个时期 刚好那个时候 Geranium 是那个时候的香水 所以那个女人 或者女性 用这种 有Geranium的香水的时候 就可以 就会跟那个Trauma 连接 你知道吗 就好像是 如果你嗅到一个香水味 你觉得 这个是我以前的男朋友 你就很讨厌这个味道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嗅到Geranium的时候呢 你就会连接到 你那个不好的记忆力 所以 当现在 现在 如果你打开 你嗅到这个味道 你很讨厌这个味道 可能 可能是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 可能是母亲 或者你自己 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这样的Trauma 就会联系到这个精油 所以要怎么去克制它呢 怎么去 去 预料吗 to heal to help to release 西方呢 一就是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它 继续用 一定要用 用到你 调理好为止 就是 滴一滴 在你的脚趾头 看到我的脚趾头 穿长裙 不要紧 脚趾头 最远的地方 ok 所以每一天 你滴一滴 或者滴两滴 然后早晚 还是什么的 如果你不要碰 你就用肉了 可以去 去碰 去这滴在那边 然后 大概 一个 一个礼拜 或者两个礼拜 然后你再去 再去洗纹 再去修 看一下你会不会 喜欢 还是接受 然后当你喜欢接受的时候呢 就代表 你已经预料好了 你已经细放了 ok 然后你们要做对证好不好 如果谁有Joy的话 谁要找 谁要 谁要去 研究这个Joy 然后还没有买这个金油的话 你可以 投资 买一支 或者是 你可以去到 Young Living的office 因为全部金油 应该是200多种不同的金油 任你用 ok 所以每次我去到我就用 我最想用的金油 我就插在我需要的部位 然后不然就拿一些 然后插在我的 头格 头 头顶 所以你就去 去修 如果你觉得 你真的是要 测验一下 你不妨 投资 然后就买 一支 然后尝试 ok 然后告诉我你的 你的治疗 是怎样的 一个两个礼拜 三个 可能一个月后吧 你再跟我告诉我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太浓了 或者有些人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然后你有那么大支 然后你要去跟朋友分享 然后你要买礼物 就是礼物你要买一个好的礼物 可能又贵 又又可能它不需要 怎么办 是不是很浪费 所以这种是一个很贴心的礼物 如果你知道它很喜欢这种Flora的呢 我就会建议你去买这个瓶子 知道这个瓶子多少钱吗 才五毛耶 在淘宝买的 就很厚 很漂亮 然后呢 平时如果我自己用的话 我就会先调一半 因为不要浪费 然后一半的话 我只是大概 一二三四五六 六滴就好了 ok 因为你要自己尝试 你不喜欢这个味道 如果不喜欢 至少你丢掉 你不觉得心痛 真的是阿嘎阿嘎的 然后你自己调 就不要放这样多 看到吗 一定要用V6哦 你不可以用椰油去调你的香水 让你的香水变味 因为有椰子的味道 是不是很 就不要 V6的它是没有味道的 而且是最纯最好的肥油 我们叫肥油 或者Fairy On 然后涂怎么涂呢 就很爱你的那个淋巴线 ok 这种淋巴线 然后还有哪里呢 你的手腕 然后搓搓搓搓 然后 好舒服 然后呢 另外一个我最喜欢的是 我的胸口 这是土 然后你就很香香的 你就 已经是茶香水 这个是你的香水 然后这个送朋友 是我好贴心的一个动作 然后很很习惯的呢 我不会直接调给人 我都会给他选 他喜欢的那个味道 然后我就会当场 准备控瓶子 然后就滴给他 调给他 同一个时候 他就觉得 哇好生气 可以自己调自己的香水 原来调一只香水 那么简单 只需要这两只东西 然后好省 只需要用几滴就好了 ok 我希望你们 会喜欢这个Joy 真的是 可以给我开心 你看我一笑 我就会笑了 ok 拜拜